伟花的一朵小花 现在我们就请出 第三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伟花的一朵小花 作者是普希金 伟花因为有事他今天不能到上 但是他把录音寄过来 一朵小花 作者普希金 朗诵伟花 我看见 一朵被遗忘在书本里的小花 他早已干枯 失去了方向 就在这时 我的心灵里 充满了一个奇怪的幻想 他开在哪儿 什么时候 是哪一个春天 他开的很久吗 是谁摘下来的 是陌生的 或者 还是熟悉的人的手 为什么 为什么 又会被放到这儿来 是为了 是为了尽快 是为了尽年 人之音 它是为了尽快 因为就正像这朵无人知的小花 谢谢 谢谢 谢谢韦花 你在我还是要谢谢你 那真是启人 她虽然没到场 普希金的诗《一朵小花的毒感》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许有个类似的经历 就是在书中发现一片树叶或一朵干花 或者我们在书中放进一片树叶 一朵干花 我在康州生活的时候 到了秋天 枫叶变红时 经常在路边 或公园 捡起一些 类似看似非常完美的枫叶 回到家 假在书里 当我们在另一处 发现这些 unexpected 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作者普希金 在这首诗里 看到这个花后 营造了一个个 富有浪漫情调 和温柔色彩的意境 一连串的问题 相继提出 给读者 创造出一个想象的空间 全诗完全由问题构成 诗人没有提供答案 但似乎 我们读者 也不需要答案 我们可以联想 谢谢大家